主料,酸菜100克,烧肉200克,炸肉丸200克,冻豆腐500克,鸡腿一个,鸡块300克,辅料,胡椒粉,盐,鸡精,水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冻豆腐化开后,切成大约2.3公分间方的小块,鸡块,用热水冒下,用冷水冲净即可, 酸菜切成细丝后,要用水多漂洗即便,攒干水分备用,在炉上放一锅水,把鸡腿放入,煮开,小火再炖四十五分钟,出味即可,然后按照最下层放酸菜,然后中层放鸡块,最上层放冻豆腐和烧肉,烧肉事先切成片,然后中间再摆上炸好的肉丸即可, 然后把刚才煮好的鸡汤放入摆好的火锅中,开始点着木炭,开始烧锅子,大约要炖一个多小时,这样出来的锅子才好吃,里面各种材料味道互相渗透,最后煮到时候了,看,酸菜发绿了,撒上自己喜欢的佐料就可以了, 配上大米饭,烹饪技巧,煮鸡汤的时候,在煮好后放眼比较好,如果有一些海鲜干货,也可以放在锅底,味道会更鲜美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